第二百三十九集 道士 跟韩服闲聊着这些话 李火旺跟这人的关系 拉近了很多 至少表面上是这样 韩道勇 咱们还有多久 才能离开这个地方 李火旺看着左右 不断倒退的黑暗 一口谈吐在地上 韩服一脸不在意 快了 你就记住一点就行 在这封都啊 但凡想要出去 别往下走 就是往上走 越往上就越接近地面 等到了最上边 哪怕没有路 那随便钻个洞都能出去 封都 李火旺从这人嘴里 知道了青秋下面 这一片相互嵌套的黑暗洞窟 叫什么了 他用脚轻轻的踩了踩地面 感觉到那种轻微的倾斜感后 心中稍稍安心 没错 确实是往上走 这年头干什么都累 我当时就是觉得 当道士倾斜 结果干道士也累呀 宣扬 你说是吧 韩服双手举过头顶 用力伸了一个懒腰 李火旺随嘴敷衍着 道友说得不错 这人生在世 干什么都累 之前跟此人论到的女同生 不见这么久了 但是此人脸上看起来 一点都没有担心 莫非那人没死 李火旺的眼睛 微微向着四周张望 虽然跟这人的关系 稍稍拉近了 而且之前还在 生儿子的威胁下 共患难过 可是李火旺 依然没有信任他 你看那边 咱们快到呢 顺着韩服的手往前看去 李火旺看到前方 有一处迷迷糊糊的白点 看起来外面的天气还行 看到了出口 精神高度紧绷的众人 顿时松了一口气 绕了这么久 总算是到头了 在这暗无天水的地方待久了 仅仅只是远远地 看着那一点点阳光 都能让所有人的心情好上不少 李火旺一行人 在韩服的带领下 拖着黑台碎 向那边走去 眼看都快要出去了 韩服的嘴巴还不闲着 巴巴巴地说着不停 哎 道友 之前那场天灾 你晓得吗 听说动静可大了 都快打成一锅粥了 结果因为天灾 又停下来了 这是自然 腐败全消失了 李火旺回头点了点人数 发现一个人都不少 心中少安 我还记得上一次天灾的时候 是我三岁的时候呢 正在盯着那越来越大白点 看的李火旺 瞳孔微微一缩 瞬间被这消息吸引了注意 难不成腐烂消失这种事情 故事还发生过很多次 这个消息实在让李火旺感到无比的震惊 他发现 自己来这鬼地方这么长时间了 对着世界的了解完全少得可怜 他安纳着内心的激动 与其缓和对着韩服说 上次天灾 灾下并没有印象 可否告知在下一二 原来你不知道啊 我还以为你知道呢 上一次 我记得是谎言消失了 可真有意思啊 我听我师父说 那会儿 做妄道的那帮骗子 记得都要自杀了 说到高兴处 韩服笑得很是开心 谎言消失 李火旺有些很难理解 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 所有人都说真话 就在李火旺还要继续发问的时候 对方先发话了 哎 轩阳啊 你小子是因为什么 阴气的天灾吗 韩服的脸上带着一丝显白的得意 韩道友可知道 韩服脚下的布鞋 微微向李火旺身边靠了靠 声音非常低 我就告诉你一个人 你可别告诉别人啊 这都是我师父说的 他老人家说呀 就在李火旺的心 都要提到嗓子眼后 韩服的右手 迅速在他脸上一抹 怕他一声轻响 李火旺脸上的铜钱面罩 瞬间脱开了 向着地上坠去 李火旺几乎是瞬间 就用手接住面罩 可是却已经晚了 他的面孔已经完全呈现在韩服面前 看着李火旺的脸 韩服脸上 先是露出一丝了然 紧接着带着几分得意 花的裙色是什么呢 原来是心素啊 之前那尖锐的女童声 唐突地从他身体上传来 紧接着 在所有人的震惊中 一个拳头大小的婴儿脑袋 从韩服的衣领里 钻了出来 婴儿那毛发稀松的头顶上 同样顶着跟韩服头顶一样的方形太极皇道观 一个身穿黄色道袍的道士 偏偏有一大一小两个头 这一幕怎么看这么深的 难怪他看到狗玩他们的样子 总说不碍事 他比李火旺这边要怪多了 看到这一幕 李火旺的脸色变得非常的难看 原来之前在黑暗中 跟他说话的根本就是他自己 韩道友 你这是什么意思 真难我们清风怪没有人吗 看着面前的双头畸形道士 手已经握住剑柄的李火旺 实在不想在这个时候 跟实力不详的对方发生冲突 韩服一大一小的两个脑袋 同时咧开嘴 露出黑黄相间的一口烂牙 既然你都是新宿了 那你觉得我是什么意思 是啊 你擦 你擦呀 那个小脑袋附和道 韩服说完 单手掐绝向着自己胸口一放 下一刻 他背后的黑暗仿佛有了食指 如同几层薄砂般 向着他身上过去 他想要我的命 呛的一声 李火旺瞬间拔出长剑 向着韩服那裸露在黑暗之外的毒眼斩去 那黑暗笼罩住韩服的瞬间 李火旺的剑已经斩到了 直接把那团黑暗劈成两半 然而还是晚了一步 劈开的黑暗中 已经没有了韩服的身影 小子 这人还帮助 那就留下来吧 两种重叠的戏谑的声音 从四面霸风传来 环视一圈四周的黑暗 李火旺的视线定在了远处的光亮 几乎是第一时间对着其他人说 走 快从这里出去 不管韩服隐藏在这黑暗中有什么目的 自己这些人必须要从这破地中出去 在这破地方 太被动了 没什么事 不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